来哟来哟,大家中午好,开始吃饭哟 你们今天中午吃的什么饭啊? 快点哟 来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四几袋哟 姜豆的四几袋 哈哈哈,炒的姜豆 今天早上来呀,看见很好 突然九点那钟啊,就下去暴雨来了 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哦 这个老板呢,他说外面的雨,衣服打湿得不好 就叫我们的那个房间里面去铁那个锅道 铁那个通道,就住在中午了,开始吃饭的哈 最近呢,有很多高科同学,他试验唱歌 他说我想的工体 给大家读一下,几个同学的评论哈 好,这位同学他说 穿高,你工的差打咋的吗? 我和几个同学想找工的上班 哈哈 还一个同学,他说穿高 我们是老乡 我想的工地上两个月,15家 打15家工 锻炼一下自己身体 这都是十七八岁的同学哈 他们可能是高科技术 他们可能是高科技术 或者是上高中的同学那些 他们想的工地上 想的工地可以 创歌今天呢,就是给你们讲一下 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呀,首先要放好心态 要想好,不要伤心累的 我的既然要去工地啊,就要有个决心 第二,要吃苦来闹 像热的哈,天气大,太阳也大 要不怕晒,不怕脏,不怕累 就可以了,是吧? 是 反正既然想来工地啊,也可以 一下几个问题啊,大家就说 想好了,就可以来工地下 早要打零工 参考也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同学 是个鱼同学 他穿过我想的工地 鱼还在,我就劝他 不要去工地 因为工地上的话,他可能干不下来 这些鱼还在 可以在工厂里面去找一下 工厂里面呢,后来 相比工地上啊,还是轻松一点点 是吧,还可以去超市里面 超市里面的饮品 打输家工啊,像收银员 收银员啊,销售员那些 都很实在的,因为那个活路 还是轻松一点 毕竟哈,工地上的都是体力活 现在的月子说实话 都还没在工地上来 晒得到那个太阳上,晒得很久秋的 是不是 那是肯定的啊 那还是他要好一点 晒黑了,结果一样都不好找 对他们的老婆哈 嗯,他一个都过来 他一个都过来 他一个是什么 一行嘛 我们穿个穿上两个 在工地上干涉不得一样哈 身上的颜色,都是几个颜色 是金康啊 哈 这个金康 哈哈 我这个收银子 是身上背后的那个 哈哈 所以说 身上的颜色都是一几种 是个金康 哈哈 这个有金康 这个有金康 哈哈 这个有金康啊 好了,快点吃哦 好了,快点吃哦 喝醉了 喝醉了 现在工地的同学呀 大家就要深深考虑一下 工地上 首先第一个 这个衣服做完的话 会做一天两天就跑了的话 这个钱是收不到的哦 老婆他不给哦 还有一个呀 这个工地要结束了 有时他钱都不好拿 要等到燕地 还是要来就跟老板讲好 非要是我做好酒 做的就不拿钱 对 要跟老板讲一下 我还是要奉劝大家哈 如果读书的时候 还是要多读书好的学习 并不是说工地上的工资高 就想来工地挣钱 如果读不得书的话 去学习技术那些 也还是挺实在的 现在读大串啊 中串那些 学习技术嘛 学习技术嘛 学习专业嘛 都很实在的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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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饭 吃饭